大家好,刚刚洗完澡 今天下午没有唱歌,今天晚上没有唱歌 是因为我下了班以后主要精力用在继续找地上面 因为已经想要推进这个计划 那我就要一步一步的推进 不能这样搁的一边不了了之 但是很奇怪,美国这边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中介公司以及这个房地产网站和中国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基本上你只要问过一个中介 你想买房或者想卖房 或者你在某个网站上问过这个,留过电话 基本上以后你就会一直被骚扰 一直问你要不要买房,要不要卖房 一直有人很关心你,买的房没有 卖的房没有,想买怎样的 买什么地段的 你就会受到全方位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服务 在美国不一样相反 我在全方位24小时 就是360度无死角的寻找人帮我去买块地 没有人积极的回应我 我在四个网站上 一个Zillow,一个realt,一个land watch 还有一个redfin 这算是美国的主流的一个找房子 或者找地的网站 找到我想要的地 那几块想比较一下 联系这个agent,broker 中介人也好,经纪人也好 代理人也好,whatever 没有人回复我 要不就打电话 一直是音乐 没有人接的 接的是一个客服 客服又不是中介 客服说我帮你联系一个agent 联系了半天 agent这个时候不在 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 都是这种东西 留了以后 就问我你想要怎样的 低端的 什么样价位的 我说你不要问我这么多 我就想要这个 你帮我联系这个 他说那好 那我帮你联系一下 再回复你 又没消息了 然后呢 留了邮件 就一堆垃圾邮件发过来 没有我要的东西 实在不行 找两个华人中介了 在谷歌地图里面 搜房地产经济 San Diego 蹦出来两个华人的 一个我打一个电话 其中是一个女的结的 有气无力的 那个地好像是农业地 好像不能盖房 好像这个 好像那个 好了 没消息了 也不回复我了 我说那我不买房 那我不买地 我租房子 租房子啊 租房子你去大华后面 那里有很多贴的租房的信息 你去看看就可以了 把我支走了 我要买地 也不积极回应我 我要租房 也不积极回应我 奇怪啊 另外一家 一个男士 说他联系不到这个房子的买家 然后就没有了 他也不问我 你还要考虑一下其他的吧 也没有啊 就是这样 就不了了之了 美国人办事都是这样子的 好奇怪啊 感觉美国应该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赚不赚钱也不重要啊 这样疫情期间政府一直就补贴是吧 坐在家里都有东西吃 有钱花 估计对赚钱也没什么积极性啊 周末打电话是不接的 因为是周末嘛 下班时间不接电话的啊 工作日 打晚了不行 打早了不行 你问他没上班 电话是不接的啊 上班时间打电话 如果他正好在忙 不好意思也是不接的啊 请留言 在美国就是你想联系一个人 办事情是联系不上的 周末联系不上 叠家日联系不上 下班时间联系不上 上班时间如果他如果他在忙 你联系不上 好了 怪不得人家说 美国人办事效率低下 真的 有些事情真的是很低下很低下 没有中国那么高效 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很慢很慢的 而且而且我记错 同样的这个门牌号 记得隔壁去了 数字你也不认识吗 记得隔壁去了 经常常有的事情啊 常有的事情 好奇怪 嗯 如果听众里面有人认识 这个在San Diego或者是 南加州啊 比较积极的好不好 做事比较积极的啊 服务还可以的 我也不要你有多好的服务 你你你你一拿我的问题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也不要你跟海底捞一样的服务 不需要 是吧 正常的服务就可以了 正常的服务总要有 是吧 就像我买车那样的 我买车是一个同事推荐的 那是个台湾人姓林的 他就很不错啊 很他就耐心的解答我所有的问题 帮我把事情搞定 就可以了啊 我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我也不需要你对我阿谀奉承 不需要啊 如果朋友们有认识的人 麻烦帮我推荐一下 感谢啊 我希望能够尽快的 将一块地落实下来 嗯 就算了了一件心事吧 那我 因为人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 就跟建房这样的 你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建 是吧 我得把我的计划 把我多的事情一步一步的推进 一步一步的落实 啊 落实完一键 pass 落实下一键 pass 我要这样子 所以 我大家有认识这方面的朋友 认识这方面的人 帮忙推荐一下 感谢 拜拜